那過去過去誰知道啊 都大家忘記了 對 沒錯 我跟你講 你昨天 你今天醒來的時候 你可能根本就忘記了前天你早上吃了什麼 可是你活到今天 忘記 並不意味它沒產生作用 懂嗎 如果前天你早餐都沒吃 你今天會很累 對不對 你少吃了一餐 你會很累 你忘記了那一餐怎麼吃的 可是你還是一定要活過 懂得到的 生命你曾經做過 走過的必留下痕跡 這果然是 它堆疊出你今生的新生命 這個 叫做佛教裡頭的第一件因果觀念 也就是生命的樣貌 怨不得任何人 都是你自己的現在 以及過去所堆疊出來的 因此 再怎麼爛 也是你過去堆疊出來的 那既然是堆疊累積出來的 因此你可以用新的累積 讓它改變 所以它就推入出第二個概念 佛陀他證明了 他用他的生命證明的第二個概念 那就是 沒有哪一種生命的路是走不下去的 為什麼 因為走到今天 看起來很難走的那個樣子 都是我自己走的 那既然只要是我自己走的 往後面回過頭來看一定有路 那既然這樣往前面 就前天的我來說 往前面看沒有路 可是我要走到今天了 通通道理 今天再往前面看我一定有路 也就是我可以靠著我的智慧 我的理解 我對生命的因果關係的認知 我創造我未來好的人 所以只要從來沒有一點 一毫一絲一分的消極 它就告訴你 你生命可以創造 任無限的可能 而且你就是你自己 這樣了解了嗎 那這件事情 跟一般信仰神 或者信仰唯一神 或者信仰鬼神崇拜 崇拜是完全不同的 怎麼說 鬼神崇拜常常是這樣 我求你是我什麼 有沒有 人是卑微 人在鬼神面前是極為卑微 然後也幾乎沒有選擇能力的 因為你試 你試給我什麼 那我沒有 我想要 所以你給我 它是這種觀念 那這種觀念很恐怖 怎麼說 你看喔 病人求上帝試他健康 可是醫生可能求他有病人 不然他就可能沒有飯吃了 我沒有調侃醫生的意思 我是說 當世間的資源是有限的時候 而大家都在搶同樣的資源 請問那個神要照顧誰 是不是 是不是要經過賄賂或怎麼樣 他像人跟神的關係這麼恐怖 那你就完了 窮官大人永遠不能賄賂神 那怎麼辦 所以人家 神不是這樣概念 跟你的生命不是有關係 那你說不是喔 那有的信仰是說 生命是由那個神所賜予的 因此生命的未來也一切由神所賜予 我想我無意對於其他宗教這種論說呢 邏輯不合邏輯 合不合邏輯的 我有所批評 我只告訴你說 佛教看到你 生命的本身的樣貌 都是由他的自由意志 去實踐出來 並不是去祈求出來 那你當然接著問 那這樣的話你們也有佛耶 佛坐在那也是被拜的 也被上香 也被頂禮 那不是求本神 是的 這邊等一下我們就會說到 那個是求 但是求誰 是求你自己 也是求佛 沒有錯 那求內尊佛 跟求上帝有根本的不同 佛教 基於剛剛講的因果 生命的因果理論 你也可以接著就看到 基於一種宗教 好像有人去拜上帝 有人去拜佛 那不是說要求嗎 那現在又有什麼不同 這就是所謂宗教手學的 比較手學當中 比較宗教學當中的一個觀念 那就是 當一個人去禮拜 去禮靜去祈求上帝的時候 他的關係是主仆的關係 你懂嗎 主仆的關係 他創造我 我的生命是被他所恩賜 因此我呢 不能夠逾越他的能力 那我想要的可能是我能力不足的 因此我求他 我是仆人 他是主人 OK 所以是主仆關係 可是呢 佛教呢 我也去求啊 那是什麼關係 是師生關係 就不同了 師生關係 老師今天坐在這裡 下次出了門呢 你願意再叫一下 楊教授 楊老師 楊主任 我可以 你可以叫 如果他不叫 他也不能再當你 因為你的課已經結束了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啊 所以老師生的關係是什麼 只是一個 只是一個學習的關係 而且更天才的是這樣喔 你如果不來修這門課 他是老師 你也是學生 不過你這也沒關係 對不對 他不等於必然的統治你的生命 有沒有注意到 佛教裡頭當然也禮拜佛 這個禮拜不是被規定的 也不是主仆關係 這個禮拜是一個師生關係 為什麼是師生關係 因為要講到 佛教裡頭所看到的禮拜 就是我們生命裡頭 內在修為的一種方法 那我要在他講到這個的時候 我要提到的 再回過頭來講 佛教講 怎麼面對生命 就是講到 對生命的修為 修為是什麼意思 修是修正 為是什麼行為 因為一種修正的行為 對自己的生命 讓自己的生命 朝向一個 更你喜歡的樣貌去 好 這就又推論第二問題來了 剛剛的第一個問題是 生命為什麼會是這樣 佛教的解釋是 是由你自己造成 接下來你就會這樣想 那如果我不要讓他這樣 佛教就會告訴你 第二件事情就是 那你可以自己創造 你可以放入新的元素 讓你生命的結構 長相不一樣 你絕對可以做得到 好 這樣一定引致第三個問題 師父 那我的生命應該怎麼樣 才ok 那我如果這樣講 如果你是畫 你是我 我這裡是畫師 心如宮畫師 我是教你畫畫的老師 我這裡是畫師 我是教你畫畫的老師 你是來這裡學畫的 你是來這裡學畫的 那我今天就畫畫畫的 你可以這樣說